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 就是从社会上大家都可以参与 然后来促进大家的公共利益的方法 从怎么样减少保特瓶的使用 到怎么样确保说在疫情期间 NPO或者一些非盈利为目的的这些组织 能够有更多的捐款等等 在上面都有进行很多各式各样的讨论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是蛮 就是鼓励大家来看一下说 每一个都是促进信任的方式 那在2019年12月16号 也就是大概接近一年前 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创新 那这个创新讲穿的也不止一文钱 它就是一个iPad 然后它放在一个 应该是服装店拿来的一个模特尔上面 然后上面披上这个法宝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远距法官的一个初体验 那这个其实是本来士林地院就跟蓝亚国中有一个校外教学课 但是呢他们就是来找我 然后问说怎么样子确保说不是只有来上课的这些学生能够知道就是关于这个法院的事情 而是任何人如果他喜欢的话他都可以透过360度的机器人来看到整个法院的过程 那所以后来我就建议说我们放两台摄影机 一台是在法官的为止 那第二个呢就是放在所有人的中间 因为现在科技已经很普遍 你会不会很好奇将来如果科技运用在司法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样貌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设计这一场模拟法庭 远距讯问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是找网红拍短片 他是拍长片 这个长片就是整个模拟法庭的审理的这个过程 那里面包含各个环节 那大概都是用类似我之前开机器用360 带大家去故宫南越的那个方法 去带就是在网路上面任何想要参与的人 那就是这一台 对那这台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360的直播设备 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说 从就是网友的角度来看 他只要拿着手机四处转 他往就是法庭上面的每一个角色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大概刚好可以看得到表情的这个程度 那这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他可以增加这种身利其境的这种临场感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随时想到什么问题等等 我是变成好像大家的替身或者是导游或怎么样一样 就是他想到什么问题 那我也不是很熟悉 只要我就可以去问我的另外两位法官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他的特色了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好比想说 大家可能知道的这个良心系统 这个就是良心趋势参考 所谓行情判断的系统等等 那这些其实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场景里面 其实也不太会知道要怎么样子操作 但是呢这个数位科技 现在就可以把大家设身处定 然后大家去想说 因为他只要把手机转到不同的角度 就是我在证人的位置 我在被告的位置 在原告的位置 在法官的位置等等 那这样子一套系统 对我会产生怎么样子的心理的作用 然后以及他可以节省 我们怎么样子的负担等等 就是大概还是互相说明需要的这个成本等等 那所以这些当然每一个单独来讲 都不一定能够提升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但是全部加起来 就是经过这一整套胜利其境之后 至少大家对于这个司法程序 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可以引起他的好奇心 他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他也会愿意再去推荐其他人来 就是看这个360的短片 或者是说甚至是长片 就是从头到尾去经历这样子一个体验的过程 所以我是觉得说网红短片等等 它当然是一个影子 就是去确保说你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的时间上来 但是还是要像这种胜利其境的这一整套活动 让大家愿意花20分钟 愿意花两小时 那这样子他才慢慢的愿意了解到 这里面就是每一个角色 他到底在想什么意见 为什么这个制度是这样子设计的 那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过中生都有很多想法 那我们也可以说那你行你来 如果你是我们这个制度设计者的话 你会做怎么样子的改善等等 那这个就可以更好地预备他们的未来成为国民法官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我是不是赞成法官可以利用远距的设备 在家上班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在加入内阁就是四年前的时候 我有三个工作条件 当时劳固协商的时候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那个地方就变成行政院 就是说我就是可以完全是远距 那当时就是整个就是媒体啊都是把它报道成在家上班 他就是设计起来让很多不同的空间能够缝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他的厨房啊他的会议室啊等等都有足够的投影设备 频宽 mixer这个无线麦克风等等这些设备 以至于说当我巡回到全台湾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全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朋友 他们所看到这个世界 透过这种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整个墙面那么大的投影 那可能再加上一些绿木的技术啊 原住民族的这个通意啊等等啊 然后就把它呈现到这个台北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来 那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就比较有创造力的一个状况里面啊 那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接受说 我们这个房间里面一部分人在这里 那另外一部分是连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还是有一种大家身利其境的这种感觉 所以外国的朋友有的时候 他是透过视讯或者是透过影片 他看到了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之后 那等到他真的来台湾的时候 他就会好像要这个打卡一样啊 他就一定会想要到这个现场 因为他已经透过网络对这个有一些认识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用完全用网络去取代掉 面对面的接触 而是在他实际来面对面的接触之前 他就可以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然后来这边的时候呢 好比像说之前有一个海盗党的一个市长 叫做Zdenik Hrib 那他来台湾的时候就指明要来社创中心 本来根本不在行程里面的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小内阁一堆局处长跑来 那他们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公共艺术之后 他们就就是灵感就就冒起来 然后我们拿着SDG的这些图片 本来是合照都是站成一排嘛 那结果他的局处长就莫名其妙都爬到这些攀爬架上面 那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没有测试过承重 还好他没有造成这个任何问题 不然马上外交事件可能就上头版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并不是互相抵消的 这两个也不是互相取代的 而是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 不管是SDGs或者是会创新实验中心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自然就会立刻提出一些 就是比较有趣的面对面的这种互动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不是说在家上班 而是是在这种类似像卫星办公室 或者以社创中心的例子来讲 根本就是一个公园 因为我们把就是本来的空军总部的那个围墙都拆掉了嘛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在我们大安三菱公园旁边 经过建国花市旁边突然又多了一个公园 就是台湾的当代文化实验场 那我们是在其中一个角落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走进来 然后就参与这种远距的共创的这种体验 所以它是把就是在我们面对面跨部门的 大家类似open office 就是开放式的 大家互相切磋互相学习 没有本位主义的这种网络上面很自由这种气氛 有点把它具现化到实体世界 所以我是蛮就是鼓励 就是大家运用远距设备来上班 但是不一定是在家 也可以是在一个有同侪 然后有就是人数稍微可能比这种很大的大楼稍微少一点 但是还是保持着就是基本的就是socialization 就是社会交往的这种可能性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因为疫情控制得宜 我才可以在这边这样子讲话了 在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目前还是在lockdown的状态 那当然大家都必须要在家里 可是我想很少人在那些地方是说 我就是喜欢一直lockdown在家里 我想人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些社交需求 所以像这种卫星办公室 共同工作空间 我觉得是接下来在远距设备兴盛的时候 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可以考虑的一种工作模式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AI的法官有没有可能取代人类的法官 对我来讲AI这两个字它指的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那所以就有点想问说 这个带个助听器能不能够取代人的耳朵 或者是说带个眼镜能不能取代人的眼睛 当然就是说如果一个听障的朋友 他就是已经就是听障到了某个程度 那当然他说不定是换成电子耳 就是直接把音波的讯号然后送成这个就是神经讯号 那同样道理我现在还是戴一个一般的眼镜 但是如果视力再继续变差的话 那理论上也是有可能说变成电子眼 好像那个Star Trek里面的那样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不是为了要取代我的特定的工作 也不是为了要取代就是我跟社会互动的方法 它事实上只是把我回到一个 我们比较能够好像面对面沟通 然后我比较听得到大家在讲什么 比较看得到大家现在在想什么等等 这样子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远距的技术 AI的技术等等 其实也只是说我们打破时间的限制 空间的限制等等的这些限制 让我们更像是能够大家面对面彼此沟通 那个状况而已 它是回到human condition 回到我们人类情境 而不是说好像硬要把一些人从人类情境这个抓开来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对AI的发展 它大概一般现在都是说有两个主要的价值 就好像眼镜或者是电子耳助听器等等 对我们人类的价值一样 一个是叫做alignment 就是说它是必须要以你的最佳利益作为出发点 我会愿意告诉我的医师 我的护理师 我的心理师等等 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因为了解到说 他们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出发 就好像我愿意戴这个眼镜 如果这个眼镜 现在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全部都送给广告商 然后我就是稍微看到什么东西 就出现盖版广告 那它就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出发 而是以那些广告商的最佳利益为出发 所以这个alignment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每一个我们运用的技术 它里面都有一些专业的部分 这些专业的部分 当我觉得说这个眼镜也好 这个电子耳也好 自驾车也好 什么也好 好像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出发 我会对它有一些疑问 有一些质疑的时候 那就基本上就是需要有accountability 那这个字在中文非常难翻译 我是把它翻成胶带 就是说它必须要给得出胶带 它必须要对内 它必须要对这个专业社群 就是AI的社群 做这样子的应用的社群 它必须给得出胶带 对外 它对于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国民法官 就是它对这个专业社群的一些用字 一些专业先辈知识 可能没有那么充足的朋友 它也必须要用一般人听得懂的方式 给得出某个程度的这个胶带 而且大家如果想要学更多的话 可以慢慢的就是学到比较专业的这个程度 有一个阶梯的这个缓波 所以就是对专业社群的对内交代 对一般大众的对外交代 这两个如果都有 就是双面交代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如果这样子问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取代人类法官的这个问题 因为对各位来讲 其实在工作里面一定有一些部分 是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机器人 就是很荣的工作 任何人来做都是一样的这些事情 就好像说小学老师要打分数 如果它是四则运算的分数 它当然不是不管是哪个老师来打分数 到最后结果都一样 只有速度跟正确率的差别 那像这些的话 就是AI作为辅助式的智能 可以协助的地方 手机扫过去 分数就已经打好了 或者是说一些最基本的 就是非常mechanical的法条 像不能安全驾驶罪啊等等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大家的经历这个很多是花在就是做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是机器人的这些工作上面 那这些工作就是大家觉得它不涉及人类的主观判断 不涉及价值的主张 所以没有alignment的问题 它不涉及就是让就是专业社群 以及非专业社群更能够了解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没有accountability的问题 那在这两个前提满足的情况下 确实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去自动化 就好像以前computer这个字指的是做计算的人嘛 在以前printer这个字指的是去活字排版的这些专业人士嘛 那现在computer printer当然指的都已经是机器了 但是不表示说我们没有资料科学家在那边进行计算 也不表示说我们没有出版的朋友们在那边进行出版的工作 只是说他们工作里面那些比较荣的部分已经被机器所取代 但并不是整个工作被取代 而是里面的特定的工作项目被取代 那在AI的情况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一个情况 就是确保alignment跟就是我们的accountability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其实呢目前我刚刚的那个demo只是一个教学的示范的一个作用 刑事被告的远距视讯呢 目前还没有办法用在审理程序可以帮我们促成嘛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像这种就是跨院的这种事情 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标准啊 就是一个信心指数 所以到某个程度上面 他只是表情看得足够清楚了 他中间不会因为表情不够清楚 或者声音不够清楚 而发生脑补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像我现在看大家这个视觉讯号听觉讯号等等 就是在骇客任务里面 你有这个脖子后面的那条光纤吧 他的那个频宽大概是10个Gigabit per second 10Gbps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么好的频宽 以及充足的这种显示设备或者捕捉设备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让一个个体觉得说他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从环境里面收到讯号 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多而已 那但是即使现在双方两边都有光纤 然后以及有最好的视讯捕捉设备等等 目前我们真正能够传输的从环境里取得的资料量 在目前的科技里面 不管是5G或光纤也好 大概就是一个Gigabit per second 也就是说如果界面三分情的话 视讯目前只有0.3分情 而且这个还是在就是科技设备最良好的情况 平常都是0.03分情左右 对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碰到这种 只有部分的资讯的时候 那一定就会重建它的格式塔 就是它的顽形就是脑补了 那就是我们会在脑里面把剩下来的 就是那99%左右 就是9.9等等 全部都用自己的想象去补上 那问题就是说自己的想象 除非你跟对方已经很熟了 不然的话这个补上去 大概都是所谓的心理的投射 意思就是说大概都是错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说 对方没有那个意思 感觉出这个意思来 对方的维系表情 因为没有传过来 所以就脑补一些维系表情过去 等等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当你的评宽有限的时候 有的时候开视讯 还不如讲电话 因为你如果讲电话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评宽都放在 就是对方声音的那个维系的表情里面 那它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 但如果你还要把一部分的评宽 拿去给视讯 然后两边都不是非常的完整的话 那大概两边都会脑补 那脑补就会 脑补虽然最补 脑补大补 但是在这补的都是错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而会产生 不合理的这种期待等等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知道了解到说 像这种对于一个屏的荧幕上面 就是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资讯的局限 那第二个是说那但是这个局限我们也了解到 如果你有更高的频宽 更好的显示技术 甚至AVR的技术等等 有一天它是可以突破的 你是可以做到见面一分晴 然后两分晴 二点五分晴 甚至慢慢到三分晴的这个程度 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再超越它 因为我们一般在审理的时候 你还是要保持一个具体 而且现在面对面还要戴口罩 所以就是不能够超过1.5公尺 那但是理论上这个摄影机是不是理论上 实际上它是不可能传染 就是生物病毒的 电脑病毒另外一回事 对那所以就是你可以像我刚刚所示范的那样子 把摄影机放在离大家不到1.5公尺的地方 那理论上它是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当我们有这部分的规范 有这部分的standard之后 我想大家就比较不会觉得说 那我会一定脑补等等 那这部分我们在 好比讲说远距的心理智商上面 目前资商心理师学会 以及一些地方政府 已经开始拟这样子的一些方案 不只是在资案或者隐私的保护上面 而是就算是在技术上面 这个技术它必须要有一些加密的技术 即时通讯它要达到多少的解析度等等 那有了这部分规范 但是在其他的场景 好比像说远距资商的场景 把它只是弄得比较清楚之后 那我觉得理论上并没有任何不可能的原因 让我们在未来能够达到相当于 见面三分情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够用在远距的这个审理程序 那如果中间就是有任何频宽上面 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宽屏是人权嘛 设备上面基地台上面 有任何原因让大家没有办法来运用这个方式 那这个就是算我的错了 这个部分我倒是非常愿意来帮忙促成 就是它最基本的这种硬体层 以及标准层的这些事情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电子卷证的整合或者是改进 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确实这个是我当时就是在加入内阁之后 不久就处理的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电子卷证反而没有什么脑补的问题 因为它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文字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以这个卷证交换的概念而言 其实也有点像是我在就是进入行政院之后 我的每一场会议基本上只要是我担任主席了 全部都有逐字的记录 那这些逐字的记录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并不是像行政院的其他的会议一样 就是主席才是 然后中间都有一大堆左括号略右括号 而是说就是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立场 然后等等这些事情 那这个之后就会整理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图 那这个心智图它就会聚系民意的去把当时大家所提出来的论点 登入好吧算了 把大家的这个论点就是罗列起来 然后确保说每一场会议大概都不会白开 那等于是在开完这个会议之后 大家每次开完会议又可以再往前推进一点 又可以再往前推进一点 所以这里面我们用到的技术就不只是逐字稿啊等等这些技术 也包含一些比较是二维的类似像心智图啊 mind map等等的这些技术 那每一场我们这样子开的会议 我们都放在我们的就是网站上面 如果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开放政府的话 为什么保全英文的 开放政府然后按此深入了解 那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面用到的全部的工具 然后我们的原则访谈 然后以及最重要的是历史记录就是我们之前处理过的每一个案子 从最近的这个有一点复杂的那个跨境包裹诈骗案 这个处理的还不错 那到什么核电厂厨艺资讯公开案 这个是要处理蛮久的 然后护照网络申请改造案 因为我们明年一月大概会有很多人想要换发新复造 然后之类的这些事情 那到这个后面这个最早的报数原体难用到爆炸啊等等的这些案子 大概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确保说除了我们逐字的这个记录之外 大家如果想要回到当时讨论的情境的话 不管是我们的直播或甚至360直播的那个当然很花时间 或者是介于文字跟直播中间的有点像这种提纲谢灵的这种新制图 它可以直接从竹子稿里面整理出来 而且也可以省去大家爬书论点这样子的就是花的时间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电子券证 我在当时主要还是对于它的资安的部分 以及它密码学的部分有提供一些贡献嘛 那据说现在交换大概在资安跟密码学上 大概大家都已经蛮熟悉了一路到最高院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觉得未来就是有更多的多媒体的部分 不一定只是文字跟二维的照片 甚至是就你看到一整个电子券证之后 它可以自动建立索引啊 而不是只是靠文字云 它可以在里面就是你可以对它做一些 我们叫natural language query 就是你问它一些问题 然后它自动帮你highlight出 就是在这个券证里面可能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地方等等 这些小帮手似的这些工作 那其实这个这种legal tech 其实我们看到民间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开发了 那怎么样子把它落地到 就是在各位的工作上面 真的能够省到各位的时间 但是又不会 好像因为bias或者其他的原因来影响各位的判断 我觉得这一部分就在我们电子券证 已经充分电子环业用电子交换 而且不再需要请公共行政替代 这个印了再扫描扫描完再把它调回来 然后再印哦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会当年是这样子的做法 可能因为替代艺人太多了 对 Anyway 那但是后来当然我们没有公行替代艺 所以就有一个数位化的原因嘛 那但是未来就是看大家在工作上面 还有觉得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电子化捐证之后 有没有哪些方式可以让大家更不花力气 就能够去了解到一个案件的全貌 那这部分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来开发的 那然后还有就是说运用电子卷证的这个例子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别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写一些感觉上就好像是范本一样的这种理由书啊 或者是这些工作的时候说不定也有一些就是人工智慧可以帮忙的地方 像当时为什么在总统被黑客松他们的提案是在这些就是判决公开的情况下去写一个白话文的一个翻译器 就是直接把就是大家的工作成果能够翻译成白话文 那他把话数移上去就可以直接浮现出这个定义 那当年的那个定义其实是写给专业社群的 所以有的时候看来还更不懂啊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去做了一些前测后测 去确保说他展开出来这样子的白话文的翻译他还真的是白话文大家还真的能够看得懂 像这个就是能够节省大家沟通的成本 我想有很多别的事情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类似的做法把它做到 因为已经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有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嘛 有14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谈一谈我的学经历 以及如何自学达至现在的成就 我的学历其实蛮简单的嘛 就是我读了三个幼稚园嘛 六个小学国中读了一年了 然后就辍学了 那所以加起来十年读了十个学校 然后都不需要做暑假作业 因为暑假作业就是要教的那个已经就是不是我学校 对那这样子的好处是 就是我从很早就发现到说 其实我唯一学得到东西的方法 是我对解决某个问题有兴趣 我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兴趣的话 我学到什么东西我都记得住 因为他是在我解决这个问题回答某一个就是未知到已知的这个过程 他的必经之路 但是如果他没有联系到这种未知到已知的过程 没有联系到这种我的研究的兴趣的话 那我不管学什么我隔天就还给老师了 那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一直都不会特别觉得说好像学门啊 学科啊 学术领域啊 什么文组啊 礼组啊 什么这些字在我脑里有任何意义啊 因为可能因为我没有念到高中 所以理论上就是好像听说高中有分组分科这种事情 但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经验 所以对我来讲就好像是说天上有很多星星嘛 那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星座 然后大家说不定还可以用来算命什么的啊 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有一些认知的架构 有一些taxonomy 那但是对我来讲 我只要想到我要解决某一个问题 好比方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 最着迷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面对面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建立信任 可是在网路上面 因为我那时候很迷那个MUD就是线上游戏了 为什么在网路上面 大家这个只要就是几个关键字对了 立刻一拍即合 马上就可以好像像最好的朋友一样 就是互相告诉对方自己的 关于自己的一些比较私人的事情啊 以及能够去运用这些rapport 就是这些互相支持的这种情感 然后很快就开始一起做大规模的创作 在同样的这个dynamic 在现实世界里面当时还是说 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啊 不要去陌生人家里啊什么之类 就是这两个为什么差这么多 那这个在学历上面叫做Swift Trust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会要回答出这个问题 一起去回答出 那怎么样子的空间设计 可以让这样子的事情更容易发生 那我就必须要学可能七八个 各种不同学门的知识 那对我来讲 我并没有特别管他是哪个学门的 因为就好像说我有个研究方向 那往那个方向旁边的那些行星 不管他本来属于哪些星座 反正我就自己把它组成一个星座 就是了 那这是我一向学习的方法 那我也非常感谢 就是当时北镇国中的杜惠平校长 因为我把这套理论 不是像现在这么严简易改 其实讲的当时非常琐碎 就是跟他分享 然后也给他看一些 就是我跟网路上面的朋友 合作的这些email 那这些朋友有些是大学教授 有些是研究生等等 但隔着网路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 所以就是很愿意用email的方式 跟我彼此互相切磋 那我就分享给杜校长 那杜惠平校长当时就说 他想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就说 好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那你不一定需要 就是一路升学 拿博士学位 postdoc 才能够做研究 你现在就在做研究了 所以你明天开始 你就不用来上学了 那至于这个强迫入学条例 就是不来上学 每天会罚钱的那个部分 教育局的部分呢 那校长就说 那我就帮你处理 所谓的处理的意思 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 就是 不过现在追溯期都已经过了 所以没有问题 对 那就是说 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校外教学 只是我每天都在校外教学而已 那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当 第零代的自学生 就是因为有非常创新 然后勇于去撑出这样一个空间 就好像另外一位 这个高尔夫国手吧 曾雅宁 那他的校长 也是愿意给他这样子一个空间 那慢慢的 由我们的这些经验 接下来才有 就是自学生的实验教育 三法等等 就逐渐的从地方政府 到中央政府 变成台湾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觉得 常任文官 就是专业的公务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那这个是 就是蛮 就是不是主流见解了 那但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怎样 所以这个感觉就一直跟着我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不能说是什么成就 而是说 我的工作就是去告诉民间社会说 其实常任文官都非常有创意 只是因为公务员服务法 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创意比较没有办法 像民间的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 那么容易的给整个社会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方式 好比像刚刚这个社会创新实验 Johnson 或者是总统被黑客松等等的这些方式 让这些常任文官可以说 没有这个意见是民间提的 我们只是就是请公假嘛 周末啊等等去参加一些黑客松活动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主意到最后 就是失败了 发现这个主意不是好主意 那对公务员来讲没有什么损失 那但是如果最后成功了 那总统就会颁奖嘛 那这个奖座就是台湾的形状 底下有个投影机一打开 就是神主派啊 就是总统就会出现 然后就会出现总统颁这个奖给你的画面 好说你花三个月做的事情 我们在接下来12个月会用尽一切方法 把他的可行性把它做出来 让他不管是人啊 钱啊或者是法令啊 所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好比像说像原剧的这种照护啊 或者是远距的 就是专业的医师在本岛 然后帮助离岛的朋友们 当地的护理师等等 做一些医疗处置等等 像这样子一种想法 那虽然是没有奖金 但是我们的奖品 就是我们会用尽一切行政的力量 去确保说 他们花三个月做出来的事情 可以变成未来12个月之内 就变成我们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帮忙公务员吸收风险 然后呢又把他们这个创写的理念 变成跨部门可以一起来实作理念 增加大家的呼吸 那像这样子 其实就是蛮不错的成就 但并不是我的成就 我只是做我当年校长做的那件事情 不是伟造文书啦 是说是称出一个空间 去告诉总统说 就是不管总统们黑客送 做出什么东西来 你必须都要先答应说 你要就是在接下十个月里面 把他们的想法去把它完成 唯有这种binding power 就是有拘束力的 这样子一种议程设计 才能够确保说 大家真的能够提出一些 对大家都好的 但是可能有点离经叛道的这些主意 不然的话大家都向上管理 都揣摩上意 那就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了 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子利用数位科技 来协助法院 发现真实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会建议就是从两个方向来看 一个方向是说 我们如果更多一些可以确保说 当它在资料搜集的那个当下 你就可以就是notarize 就是确保说它不可能假造 或者非常困难假造 那这个我了解到是这一次的 言行的一个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分散式账本技术 那分散式账本技术 后面的讲者可能都把它叫区块链 但对我来讲 就是DLT分散式账本 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明 就好像说我会说搜寻引擎 但是我不会特别讲Google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区块链是一种实现 分散式账本的方法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里面 还接触到非常非常多别的 实现分散式账本的方法 好比像说口罩地图 就是运用一个叫Git的技术 然后去把就是及时的药局的 口罩的存量 去到140多个不同的开发者的 它的主机上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叫Git 但是它不是区块链 但是它是一种分散式账本 所以重点倒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区块链 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做到说 大家都能够很容易的彼此互信 而且在中间 如果有人要破坏这个真实 就破坏这个record的话 它可以一下就被另外139个人发现 这个对我才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至于就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 现在兑换新台币多少钱 那就比较不是我在意的部分 anyway回到这边来 对那所以就是说 透过一些分散式的架构 传统上面你需要特定的 好比像说就是PWC 或者是KPMG等等的这些 专业的这些会计 audit等等的这些人员 他们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棒 但是费用也很高 那所以有没有一些感觉上 就是能够达到他们的 可能10%或15%的可信度 可是只需要花千分之一 或者万分之一的成本 或几乎完全不要成本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就可以建立出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而且是让大家很习惯在资料搜集的当下 就去进行参与式的验证 那这个参与式的验证 当然就如果各位已经很了解 有机农业或者是共同购买 可能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就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可以想象就是你去药局 然后你看到你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然后你就把你手机上面的口罩地图 或者机管家或什么 把它稍微更新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不到两三分钟 上面的数字 如果对方刷了健保卡的话 他就可能成人减到九 那你就知道说 他是用成人的健保卡 那如果他是小孩减个十 那你就知道对方刷的是一个 儿童的一个健保卡 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每一个排队的人 都可以去证明说 这个钥匙他有连线到健保卡 他没有按钢 钥匙当然不可能按钢 对那然后还有就是前面的排队 这个人他拿的真的是健保卡 然后这套系统真的是正确在运作 那如果就是你看到他刷了健保卡 但是你更新手机上的口罩地图 你发现他不是减个九 而是加个九 那这个时候你立刻就可以打1922 然后要求我们指挥中心给一个交代 到底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 而因为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打1922的这个情况 那其实整个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指挥中心的角度来看 几乎没有花任何成本 就让大家了解到说口罩从就是一开始很短缺 到现在基本上不短缺的过程里面 整个分配都是公平的 那这个也是真实啊 这个是reality 而且是一个shared reality 任何参与的人 或他的亲朋好友参与的人 都可以attest都可以出来说 对我有看到这样子的过程 那这个是真实的 那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也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当数位科技在model 就是在为这个真实世界建模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真的 它这样子的建模 它对世界有些预设有些假设 那我们很容易看到很多数字就觉得它是真的 但是去忘记到说 它其实在一开始资料搜集的时候 就有系统性的缺陷 或者就有bias 所以就是怎么样子去把这样子的bias 去把它瞬间更正 这个是几乎是跟一开始资料搜集 运用像分散式账本这个基础 一样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governance 它的治理方法 我们仍然是拿口罩地图来当例子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月初口罩地图刚上线的时候 其实可能只有一半左右的钥匙 真的觉得口罩地图有省到他们的时间 有接近一半的钥匙 因为他们自己发明了发号码牌的这样子一种社会创新 所以口罩地图上面的数字 跟它实际的库存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钥匙就是他们以为说 我们刷健保SE卡会像连续卖性厨房签一样 每刷一次就要等很久 并没有我们把它弄得很快 但是就是以他们的经验 他们觉得会等很久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请助理 对所有排队的人系统性的收取他们的健保卡 然后收取的时候就发给他们号码牌 号码牌发完了 那他就今天发口罩结束了 拿了这些号码牌的朋友 就告诉他们说 那你到班晚6点7点等等 你再拿号码牌回来 然后去换回你的口罩跟健保卡 像这样子一种社会创新 确实它是能够减短排队的时间跟长度 但是因为他是在中午休息时间慢慢的去过这些健保卡 所以呢我们从口罩地图上面看起来 这个药局的存在就是他一直都没有人来领口罩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忽然之间变成没有口罩了 然后呢这个就一直持续到班晚 那在中间就他们还没有过卡完的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他口罩已经都卖完了 因为他号码发完了 可是口罩地图上面说他是满格的 是就是一个都没有卖出去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电话的骚扰 就是很多人会打电话来说 你怎么说这个卖完了 明明就我看到还有啊等等 那我在家里附近的某个社区药局 甚至就在他的门口用那个A4纸 列印了很大的标凯体 说不要相信APP惊叹号 那个全新惊叹号自己是一张A4纸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的model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这样子种建模 跟实际的真实世界发生了落差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集中式的架构 我们就会强迫命令钥匙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使用这个系统 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防疫上面 才却就是一个分散式的架构 就是每个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去创新 所以一定是我们错 一定是钥匙队 然后我们就去跟就是钥匙联合会啊 食药署啊去商量 那我们就说对不起我们搞错了 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情境 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四一定改我们的系统 让大家就是营业的时间 收健保卡时间 跟发口罩时间可以分成两个栏位来登录 那然后我们也赶快去协调口罩地图的开发者 去把这两个栏位分别显示 那很快的也有钥匙说 那我想要按一个键 我号码牌就是一发完的当下 不是我本来想的时间 就发完的当下 我就要按一个键就从地图上消失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实作了这样子的一种方法 就是他按一个键 他就从地图上消失 那所有的分散式账本都会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这家药局今天已经登出了 他没有要再登录等等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co-creation 共创的一种关系 它对于真实性的确保 才是我们在就是认识论上面说 这个才是在认识论上面 是一个比较正义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你不是健保署长 不是石药署长 不是我们指挥官 那你所认识到的当地的状况 就不被接受为真实 我们如果太过要求这个数位科技 一下子百分之百就要做到对 而忘记掉说他要有这种自我修正能力的话 那他反而会增加这种认识论上面的不正义 所以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用便宜的方式做到参与师的验证 那第二个是参与师验证 如果发现是我们系统出问题的话 这个系统的治理机制 必须要是能够非常快的 我们当时是以周围周期的 去承认这个错误 去修正这个错误 然后去迭代 那只有这样子 他才能够让整个社会 包含法院在内去了解到说 那这个model它是趋近于真实 而不是说离真实越来越远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不知道郑伟有没有用过雅庭 朱字稿有用过这个app 语音转换文字 赞人员处理技术在这十年大喷发 有听说台北地检署 已经事半引进雅庭朱字稿 似乎也能够引进到法院 就是说即使不安排转益人员 也能够提升开庭效率 确实是这样子 当时就是杜一锦老师 回台湾工作的时候 就是创业 虽然他创的是 非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但是也是创业 这样子的题目设定的时候 我在当时就是跟他说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他也有正义的目的 因为我们在当时 因为我自己在CV Team 做了六年 我在加入内阁之前的最后一个题目 是做无语 就是上海话 所以当时还因此去稍微 就是学了一点点上海话 然后买了上海话大字典 但是没有多久 就被挖角到行政院了 所以我现在上海话 也都还给老师了 但是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语言 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说 你为了要跟Siri讲话 到Siri听懂 那很多小孩会必须要用 不是他的母语来使用 或者即使是他的母语 他的发音 会必须要conform 就是当时我们trans theory的 那个发音等等 那长期下来 对于文化的保存 文化的多元性 含荣性等等都是不利的 那所以我当时就是跟Eason 跟Dwee竟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来做一个 就是让大家不太需要去 一定要矫正自己的发音 就是讲话都要自证腔圆 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但是就是任何人 就算是他就是mix mode 就是讲一讲 就会冒出台语啊 客家话 讲一讲就会冒出英语啊 等等或原住民族语言 等等这些情况 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个architecture 然后确保说 大家在就是讲话的过程里面 不用特别去配合机器 而是机器来配合大家 那同样是在语音合成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说 就是同样的这些字 那他讲出来的时候 感觉就是在一个 比较日常的状况下讲出来 而不是像当时的Siri技术一样 大概都是用一种 好像朗读比赛的那样子的方式 讲出来 那所以后来他就觉得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 可以发展的方向 所以就变成他的 AI Labs的三个方向之一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就是我们在就是本地 有愿意往这个方向 就是更正义的方向了 去研究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是蛮鼓励也蛮支持 这样子的技术的使用 那只是说当你引进这样子技术之后 不是说人就完全消失了 人还是会需要看 然后来解决一些专业名词 同音字 建立某一个特定的法庭 好比像说像就是做 就是智慧财产权的法庭 大概他的专业名词 就跟其他的家事 或者是其他的法庭会不一样 那所以这一部分 还是需要人来curate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他对于收音 还是会有蛮高的一个要求 就是对于电脑来讲 他没有办法从就是你的表情 或者是你的手势 或什么其他的部分 来重建你当时的意思 因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这些资讯都没有喂给他 那他完全只能靠你的声音而已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那个收音的quality 它的品质 以及声音跟声音之间 不要彼此干扰等等 就变得很重要 但是往好处想 就是你往这些部分投资 只需要投资一次 那但是如果是经常们 就是一直要需要有人来改告 什么那这个的不是投资 这个就会一直有所花费 所以我是觉得蛮值得 投资一些设备的钱 花在就是比较好的收音的状态里面 那这是这样子的回答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科技的技术可以对于诉讼的领域 有怎么样子的辅助 因为这诉讼领域实在是非常非常广 而且也不是我的专业 那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要先讲在前面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任何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领域 大概都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远距共同在场的这样子一个技术 那能够确保说每个人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在对方听到的那个人的心里 都可以唤起类似的这个状况 我们在开协作会议的时候 之前最困难的最有挑战性的 并不是像Uber怎么样子合法化这种问题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坐过计程车 大家都能够想象 Uber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对于职业驾驶 跟非职业驾驶 对于公路它是有一定的承载量的 为什么总量管制等等 这些其实大概有坐过车的人 都可以了解这些最基本的概念 但是呢有一些题目 同样是在路上的题目 机车这个两段式左转 到底是比较安全还是比较不安全 那某些特定开机车的朋友们 会觉得说它的路权被剥夺了等等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骑过机车的话 其实有很多字 就是虽然你看到连署案 看到很多人写了非常多个人的经验 其实在脑里 因为它没有对应到第一手的经验 其实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 那所以在当时就是两段式左转 那一次协作会议上 那我们就有一位联署人 他就运用GoPro 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VR 但是他就把所有的可能的 就是一段式啊两段式啊 什么就是重击这个上国道啊 什么长隧道啊 什么之类之类 那都在他的诉求里面嘛 他就尽可能的去把每一个讲到的话 那都配上他的第一人称的角度的这些短片 那这个就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们就所有讨论的人 就是都可以回放无限多次 然后都可以去看到说 他讲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形 那这个其实如果没有这种影片的辅助 或者是类似extended reality share reality这样子的技术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变成有这个经验的人 跟没有经验的人 觉得自己在讲一样的事情 但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发生 那再把这个再往外推 就是推到不是GoPro也不是录影 而是及时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说 像之前刚刚讲到的5G 能够确保说 我们把不同的空间缝合的时候 不是这边要有光线 那边有光线 而是甚至可以是在户外 可以是在室外 可以是实际的去现场场刊 或者是说有什么争议发生的时候 好比像说一个地形的戒标啊 什么之类 那你就直接遥控一个无人机 带5G的那种360的就是camera 然后大家就在法庭里面 就可以身利其境的 好像大家就跑到现场去现刊一样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领域都可以去确保说 大家不需要自己脑补大部分的实体的事实 而是可以自己就是 只要是连得上VR啦 连得上5G 连得上这些网络 都可以回到那个现场 或者回到那个重建国的现场 然后去一起在那边有一个share reality 在一个共享的实境里面来进行讨论 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蛮值得发展的一个技术 而且台湾的好处就是宽屏是人权嘛 5G越偏向越先进嘛 所以不用担心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好像排除掉一些人让他没有办法加入 这样子事实发现 或者是互相讨论的这些状况 因为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频宽或设备的话 那个就是我的问题 是要确保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频宽跟设备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要如何避免因为数位的落差 造成阶级不平等以及城乡差距的架大 当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会到各地会看到公用电话亭 然后当时我就了解到说 即使是当时还不是中华电信 还是电信局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什么经济不利益地区 什么公用电话设置办法之类的 我可能没有被证券那个名词 但是意思是说 如果在任何地方 他的通讯权受到了剥夺 以及因为这个通讯权的剥夺 他造成他在学习上面 或者健康上面 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就是用国家的政府的 再加上社会部门的力量 一起去想尽办法 去弥补到这个不公平 那当然后来到2003年 我们健保IC卡在澎湖开始实行 然后大家就发现说 你如果能够确保他的通讯权 再加上一个IC卡的话 那这个对于防疫就是SARS 1.0 真的很有用 因为是有实验组对照组 当时只有澎湖有健保IC卡 奔到的都还在用纸奔 那所以在那个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推行说 把整个健康权 特别是有健保给付的部分 架在这样子一个宽频的通讯权上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提到 这6000多个钥匙 几乎九成多吧 以上都有非常高速的光线网路 所以其实他们一个一个过健保卡 其实是不会辞成 因为他的网路频宽是蛮够的 那所以在通讯权上面 架健康权跟学习权 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特色 我常开玩笑说 我们一刷健保卡 就进入社会主义国家 是刷信用卡的时候 才是资本主义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左翼跟右翼 是相当平衡的 在这件事情上 确保说大家都有一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确保我们有充足的预算 去照顾到这种通讯权等等 那个就是要设计很好的竞标制度 那好比像说NCC设计的5G竞标制度 就是一个最近的很好的例子 就是去运用一些数学原理 去确保说我们共有的这些频谱 真的能够换到蛮多的一笔钱 那这笔钱并不是拿去做别的事情 它还是回到5G的建设上 但是呢就是越偏向越先进 去确保说在目前4G运用率不高的地方 或者是说对他们来讲 5G并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 好比像说偏向没有办法 请得起一个全职的公车司机 那特别是到了夜间 那这个时候无人的公车很重要 好比像说在送药的时候 因为药石它可能很难去山区 或者是每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能交锋会中断 所以要开发无人机送药的 这些技术等等 那这个对于无人机送药来讲 5G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就在这些场景 我刚刚不管是学习 学健康权通讯权 这些事情是从这些偏向出发 会能够让即使还没有找到 大规模的经营模式的 这些私部门 这些经济部门的朋友 都因为我们把这些5G的标金 跑到这些地方来 所以愿意在这边 至少先证明它的社会价值 不一定先证明它的经济规模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是反过来 就是说我们确保越偏向越先进 所以想要抢先体验的等等的这些朋友 就必须要去偏向 他才能够去进行这方面的实证场域的实作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有一部分会有人口回流的这个效果 那最近大家可能有在网路上面看到 就是中小企业处 就是最会恶搞我的那个政府机关 之前把我弄成这个什么 在天空用脑坡遥控大家去订三倍圈 不过这个成效好像还不错 那然后以及最近把我弄成多拉A梦 就是一只机器猫 然后想要说服这个年轻人去报名踢大使 那总之就是这些这个很可爱的影片 我就不在这边放机器猫影片 那就是你看这个卷一卷还会出现 免学费立即申请 就是完全要就是脑控大家的那种感觉 那但是像这样子的活动 就是T大使未来制造者 它的目标其实很简单 就是刚毕业的朋友 或者是还在念大四的朋友 那他们不管是要做哪一部分的 接下来的活动 其实不限他的科系等等 只要他对于投入 对于我们现有的企业 以及社会创新组织的转型有兴趣 那不是说他去好像只是半年当个实习生 而是他去把这种digital first digital native的这种思维 去把它导入现有的组织里面 而且可以一传十十传百 这个trainer trainer 去确保说 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新的方式来想事情 那像这样子的工作呢 在以前呢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每次政府砸大钱做这个 因为半年都免学费 而且还可以如果结训还可以领十万零八千块 真的蛮大一笔钱 那砸大钱做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担心说会不会 那你把偏向的这些人才全部都往城市集中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 我们是反过来 就是我们是让各地的社会创新组织 他们想要做地方创生 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把他们的需求开出来之后 反而是在城市的这些替大师 培训的这些替大师 至少有半年的时间 有点像那个卫福部的医学中心支援 偏向的那样的方式 回到这些地方 然后去帮助地方创生 数位转型的这个工作 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蛮确定的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 就是过度都市化 会让各地的多元性等等都会丧失 所以我想这部分 特别是国发会现在 就是地方创生 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 不管各种各样的数位的工作上 除了已经行之有年 也蛮有成效的 像数位学办 USR这个文件站 等等这些题目之外 我们像新的替大师这些题目 也会尽可能去让人口能够回流 而不是说好像大家过分的往城市集中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对法官来说 长期制作裁判署 看电脑很伤眼 有没有其他减少用眼的方式 来直接写判决 当然就是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用这个亚庭竹字稿写判决 那然后最后再做一个编辑工作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有那种 literally出口成章的那种能力 才能够完全用语音来写判决 那不过显示技术现在也是进步的很快 那我还记得在以前 就是还是 就是完全是没有这种 就是用笔写字的这种 Stylus的输入能力的时候 就要用键盘跟滑鼠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 就是你看荧幕 但是又要看键盘 看荧幕又要看键盘 那所以当然就是学习怎么样忙打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的势力负担可以稍微减轻一点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用笔写的输入 或者是用讲话的输入 后来AI技术慢慢跟上了 那你很多时间是不需要盯着荧幕看的 因为最伤眼的其实是 凝神看着荧幕嘛 你若只是稍微这样scan的话 就是比较不会对眼球的肌肉 可能造成负担 那再过后来一点 就出现了电子纸技术 所以看长篇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是用自己不发光 而是用反光的这些技术 然后来看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更不伤眼 那在最近又有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 就是这些电子纸 变成它是可挠式的嘛 就你可以卷起来 好像真的纸一样 那以前都是单色的 或者是它颜色可选的比较少一点 那它的更新频率也比较慢 那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快到 已经可以放影片的 现在也从research 从研究阶段慢慢走向了实作阶段 所以未来就是各种显示技术 包含什么胆固醇意境啊 什么之类 那很快就会把我们带到 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 那个就是新闻纸 它还是一张纸 你还是可以划线 还是可以做注记 还是可以卷起来 但是只要按一个键 那里面的那个影像就开始动 就是说它同时是一个荧幕 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张纸的那个情况 那因为它是反光的技术嘛 所以也就比较不上眼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显示技术的跃进吧 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到家里 到最后可能只需要放 就是一叠报纸跟一本书 但是这叠报纸跟这本书 只要你按个键 它就变成另外一叠报纸 跟另外一本书的内容的那个程度 那当然目前就是 这有点像是我们从CD光碟 音乐光碟变成iPod的那个转换 所以现在出版业也在就是 就是期待这样子的事情来临 那当然期待是 也有点怕受伤害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很长期都是对纸本的作业有一种感情嘛 那所以就是未来如果真的电子纸完全取代掉了纸本 或我们以后就像现在的小孩一样 他如果看到一个荧幕 然后他滑这个荧幕 发现这个荧幕不会动 他会以为荧幕坏掉了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未来小孩如果觉得说 这张纸为什么他不能抽换成别的纸的内容 他也会觉得这张纸坏掉了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些新兴技术 而且他成熟的速度应该也会蛮快的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运用数位科技来做个人的生活管理 以及时间的管理 我是用番茄中这个工作法 这个大家应该可能之前有听过这三个字 我就稍微再说明一下 番茄中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每工作25分钟就休息5分钟 那通常都是到整点的时候算做一个番茄中的开始 那休息的这5分钟我才会去看 好比像说email啊或者是这个social media啊等等 我在工作这25分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会想的东西的 所以我的手机永远都是在静音啊 勿扰啊等等这些模式 只有我去看他没有他来找我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大家就会问说 那如果是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 就是一定要找到我怎么办啊 那简单的来讲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够等25分钟了 对我来讲 所以就是我的email大家都知道我25分钟过了我半小时一定看一次 那但是line呢我只有刚醒来跟睡前会各看一次 所以我是把line当email用 然后把email当line用的这种人啊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email里面基本上是有一个完整的想法才会按送出嘛 如果你想到一句话就按送出 再想到一句话再回复给所有人 再想到一句话过5秒再回复给所有人啊 那这个虽然就是就是我们在网路上面没有频宽的限制了 现在不会被说浪费网路资源 但是会被就是所有人谴责说是浪费大家的认知资源 但是在那一群组里面就是想到一句话打一句话 想到一句话打一句话 而且还会不断显示他正在输入 那这个其实就是跟刚刚讲的完全一样的状况 就是在消耗所有人的认知资源 那如果你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即时通讯软体 每一个都有别人正在输入什么东西的话 那大家都进入一个注意力缺失的这个情况 ADD的这样子一种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像当初我在social text 也是做类似像这样即时通讯软体 但是为了工作的时候使用 我们马上就发现到说 如果在手机里面只有一个这种软体的话 那它会对工作的效能有帮助 但是只要有两个或以上就好像调酒一样 就是单独的来看好像都不会让人这个很快喝醉 但是你只要把两三种这个一混起来 那一瞬间大家都进入一个就是不能安全驾驶 不能安全使用手机的那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我自己是绝对不会把它混起来 也绝对不会就是把我自己的注意力 分散在两个以上的即时通讯系统里面 那番茄中就是我signal这个的方法 就是告诉大家说没有什么事情 不能够等到半小时再来回应 那另外就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管理 对我来讲就是电子设备数位设备等等 我是不会就是让它对我来讲有一个上影性 不会有一个成影的存在 我会觉得说touch screen 就是说能够按的荧幕 就是能够直接在荧幕上面互动 对我来讲是很容易就出现成影性的 可能我个人体质的关系 所以我从这个小的时候开始 从有Palm Pilot开始到后来Zorus什么 大概都是用这支笔 所以基本上没有笔的手机 我是不会买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之前问我说 iPhone什么新版出了 我就说那等它能够用Apple Pencil再说 但是因为这个iPhone目前都还不能用Apple Pencil 所以我都从来没有就是使用iPhone的这个习惯 那对我来讲隔着一支笔也好 隔着一个键盘也好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我嘛 它是它 我不会变成好像幻肢 就是觉得它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把它拔掉了 我甚至还会感觉到幻肢的那种痛苦的感觉 那也就是说所谓的Smart Phone 那还是需要这个Smarter Citizen 就好像Smart City 需要Smarter Citizen 如果是它聪明 但是你就是完全就是被它所寄生了 就是没有它 其实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但是就是因为习惯的关系 所以非非划一下不可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我在做任何工作的那个专注的程度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写这样子的就是productivity software的人 所以我是蛮了解到说它可能有的好的好处以及不好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也是很确定的就是 那我下班看完最后一次line之后 那基本上就不会再去用电脑 那即使用的话也不会连网路 那即使连网路的话 也一定是隔着一支笔或者是一个键盘来使用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切题的 就是有九位朋友们问说电玩跟手游对于大脑发育中的青少年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 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建立适当的管制机制 我想就是电玩跟手游它是很难一概而论的 好比像说我关于这个人类历史的科学史等等的了解 差不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玩文明帝国这个游戏 那所以当时就是我爸这个说你为什么一直在玩这个电脑 我就跟他说我如果不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就是书柜里面那个威尔杜兰那一大堆世界文明史 我是看不下去 但是呢我就是一旦玩了这个游戏 我开始了解到说什么是什么三维帆船啊什么之类的之后 忽然之间这个世界文明史就好像刚刚讲到那个新制图治愈逐自搞的关系 就是我脑里就开始有一个架构 有了这个架构之后 我还真的就可以看得像世界文明史那么厚厚的一套书 所以对我来讲如果一个电玩 它是能够去把人带到一个share reality 在文明帝国的例子里面是带到就是大家共享的 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这个长流里面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大脑发育里面就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可以去让一个人很快的就进入一个好像overview effect 它不会只是被当下的或者是它旁边的这个社会所局限 它可以一下子就了解到说文明走到今天 它是为什么走到今天 以及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登出的时候 怎么样子让文明比我们登入的时候来得好 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一个非常prosocial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所以我觉得电玩也好手也好都不能够一概而论 而是看说大家在里面去学习到怎么样子的核心素养 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教材教法来看待 就好像我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几乎一定用slido 那slido你真的要讲也是一种手游啊 对不对 我们在扫了qrcode之后你也可以按赞啊 也是可以发文啊 也可以去做任何就是平常学生在抵抗 或者是meteor或随便什么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做的事情 事实上你如果不让他们这样做的话 有些就是手还会发抖啊 就是会有进断的这种症状 就是其实大人也一样了 不要说小孩对那所以就是说当他们已经有这样子 跟世界互动的习惯的时候 重点是怎么样去确保说这个习惯是到一个prosocial的状态 就像用slido的时候 大家随时有什么按赞的冲动啊 发个这个就是想法的冲动啊等等 那就不需要去把你的临坐的人的注意力拉到别的地方去 而是不管你怎么样按赞或者在slido上面发问 它立刻就显示到荧幕上面 所以第一个它有跟社群网络一样 事实上比社群网络还要高一点的就是立即的满足感 那个多巴胺回路可以得到满足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旁边的人注意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散播的互相学习的peer pressure等等的效应 都是去往这堂课的议程设定去走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它就不会变成交财交法的一个负担 而是它变成交财交法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就是交财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之前也常常跟高中校长就是演讲 就是说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确保说 我们把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弄成电玩跟手游 然后确保说这个电玩跟手游 至少它是课堂的一部分的情况下 它比传统的电玩跟手游至少不难玩 至少它有耐玩性 那像slido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对于大脑的发展就是有正面的影响 因为它了解到说这个对于就是知识社群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不给它这个选项 只是说有些学校甚至会把所有小孩的手机都收起来等等 那它等到它长大了 它有一天会成年 就是等它18岁 没有还没有修法 20岁的时候它会成年 那它等它成年 其实你也管不到它了 那与其它那个时候再暴露在一个 就是很容易上瘾的这个情况下 不如就是让它在求学的阶段了解到说 对这个东西确实有成瘾性 但是当你好好使用它的时候 它也可以去让你有一个更prosocial 就是对于社会更有帮助的 就是它也有公益性了 有11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科技越进步越开放 越有侵犯个人隐私之余 那请问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我一直不觉得这两个是平衡的关系 那我们在就是 不是这个海盗党 虽然这也是海盗党的这个政见之一 因为就是说我们在制定很多政策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想到说 它是在价值A跟价值B中间取得平衡 好比像说在经济的发展跟环境的保护 在科学的创新跟社会的正义 可以随便举很多例子 那这个中间的绳子 大概就是最创新的常任文官 就是要确保它能够承受所有的压力 而且又不会断掉的这个情况 那但是长此以往 就是当社会上价值越来越多 圆越越多的时候 那这个绳子所承受压力也就越来越重 所以我一直的想法是把这个概念反过来 就是变成是力量是不是彼此抵消的 而是彼此互相加强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创新 这个创新它不牺牲掉任何一边的利益 那以刚刚所讲的就是资料搜集的技术 处理利用的技术在一边 然后以及对于隐私的保护 对于人权对于自安等等 就是要感到安心的这个能力在一边 这两个不一定是要彼此互相拔合 也有一些技术就叫PET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增强隐私的技术 它是专门就是设计出来 去确保这两个力量能够加在一起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我只举两个例子 那举例来讲像有一种技术 它叫做合成资料技术 Synthetic Data 合成资料技术在以前呢 是一种比较粗疏的一种技术 那举例来讲就是 因为我平常是吃的比较粟 那所以我就会常常去餐厅 然后去点什么粟肉啊 什么之类的 那在传统上面的粟肉 就是你一吃就知道 它不是豆皮就是蒟蒻 那意思就是说 它跟实际的那个肉的口感 是其实差很多 那所以这就好像合成一个资料 如果这个合成资料 它的可用性 就是它看起来就不象征的资料的话 那这个对于大部分的资料处理者来讲 这是不好用的 所以他就会一直回来 问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 RAW DATA 就是生的资料 那但是RAW DATA 其实是个人的隐私 而且是我们交托在国家 交托在政府 交托在好比像说健保署的 根本就一开始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给你做研究 所以第一个 去做这种目的外的研究利用 还不一定能够研究出什么来 然后第二个 纵使能够研究出什么来 那其实这也有一点违反 我们当初交托资料 在这边的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的健保是没有upt out 就是他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因为他是single payer 这个不是在其他的国家说 你有七家可以选 九家可以选 我们在台湾就只有一家可以选 这就是为什么 暴水软体难用到爆炸的时候 我们除了说那对不起 我们真的做得不好 会炒的不是有糖吃 可能会来厨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我们不能像一般的 就是民间企业一样说 你觉得不好用 那你去换一个 我们不能说 你觉得我们暴水问题不好用 你换一个国家暴水 这样子讲的话 应该明天5000人就上街头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确实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合成资料是真的是有其必要 所以在今年是有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新的 我们叫做对抗式生成网络 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很有意思 就是说好比讲 你要2300万人的健保资料 那我就按一个键 他就生成2300万人健保资料给你 可是呢里面没有一个是真人 全部都是模拟市民 就是都是假人 那就是但是看起来像模像样 那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真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任何一部分是真的 就是他全部都是合成的 但是呢他的这个模拟的演算法呢 他运用了新的一个AI技术 就是说他是劝一个人工智慧 去判断说这个资料 看起来是真的 还是合成的 所以就是像刚刚那个吃一个素肉 然后去判断说 这到底是素肉还是真的肉 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负责合成的这部分 也是另外一个AI 他要尽可能做出 就是就是即可乱真的合成资料 但是这个AI 他是没有办法看到本来的 那个资料的 所以在这两个AI的互相 这个底力之下 就是所谓对抗式生成网络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然后这个倒再高两丈 等等这个情况下 到最后他会彼此互相训练成 出来这个东西真的即可乱真 就好像未来肉那样子的东西 就是他真的吃起来就是跟肉没有什么两样 新猪肉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现在其实我也常常吃那些东西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我现在听到肉的时候 想到已经是未来肉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做资料利用的这些朋友 对他们来讲很棒啊 因为这2300个模拟市民的合成资料 他不管去跑任何演算法 他去跑平均值标准差 信心回归 甚至是跑一些这个深度学习等等 跑出来的结果都跟他跑真的 街表资料库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因为里面又没有任何一笔是真的 他完全是假的 全部是合成的 所以当然也没有什么各资的问题 那所以这部分就是到底谁来认定 说这样子的一个合成资料演算法 他真的是不是各资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蛮需要一个独立的专责机关 那这个就是在年底应该会送出的 就是组织法 我们的数位专责机关 是可能踩油门啦 但是旁边还是要有人踩刹车 那要踩刹车就是这个Data Protection 去确保说大家隐私得以 确保的这样子一个 类似于运案会的这样子 不用来运会开会的一个独立机关 那这是一部分 就是保障隐私的合成资料 那另外一部分也有一个 我还没有想到很好的比喻 合成资料我是可以用合成肉 未来肉来当比喻 那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集思广益 有一个也是今年才商业化的技术 叫做全同态加密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那它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手上有一堆资料 那但是呢我要给人进行运算 因为它有算力 它有GPU CPU 我没有 那但是呢我不相信它 我也不认为说它的资案有多好 所以呢我就在把资料送给它之前 我先加密 加密之后呢 我送给它的这个部分 它除非有我的自然凭证 或什么别的解密的装置 不然它绝对不可能解开 那但是呢它可以在上面去进行运算 而且是任何数学运算都可以做 那当它运算完之后 它运算完的密文还是密文 它把运算完的结果交给我之后 我用当初的同一把钥匙 好比像说我的自然凭证 我就可以把它解开 那所以从后到尾只有我能够解得开 但是我们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说 就是我如果从这边明文进行运算到结果 跟我明文加密 它密文运算到密文的结果 然后我再解密这两个就是绕一圈之后 是一定是一样的 这是所谓的全同态加密里面同态的那个意思 那这个技术就是把资料 它的运算跟rawl data的取用 完全彻底的分开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它的资安的保护等级 没有我那么高 我也不用担心 因为就算骇客把这些资料全部带走 除非它有我的资产凭证 不然它也绝对不可能去还原到 它的不管是运算结果 还是它一开始的这个rawl data 那所以在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对它的这个资安的要求 它就多了一道防护 不是说我对它资安就因此没有要求 而是我们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那它就多了一个骇客几乎很难突破的 这样子一个防御的一个众生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技术 而且今年才有 那这个因为非常不直观 非常有点像量子力学那样的东西 所以我到现在除了用刚刚那种很基本的原理性的解释之外 我还找不到什么真实世界里面跟这个像的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到什么的话 也欢迎在slider上面告诉我 那所以就是运用像群同海加密这种保护资安的 或者是像深层式对抗网路这种保护隐私的 我们越利用这样子的技术 大家越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政府也好 其他资料持有者也好 对我们来讲减少我们的自然风险的方法 就是手上不要有各位的个资 就算有的话也是加密过 我们自己解不开只有你解得开的 那所谓没有盲场就没有盲场言 就是手上只要没有这些敏感的个资 那就比较没有自然上面的风险 那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取得平衡 好那好我们这边可能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分散商品用在电子卷证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让法院的卷宗形成资料的时候 例如像跟一些机构喊跳回来的资料 即使要让当事人或者是像清廉案件的其他法官 例如像同意犯罪的其他少年共犯会令技术 在少年法庭再往上更新卷宗 而且能够确保这些人更新到的卷宗于法官手上 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没有伪造问题 这样子大家就不用一直借捐月捐 然后再check自己家的卷宗资料与法院相同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确实它是这样子听起来就是一个多种写入者 然后写入的时候只能新增 它不能够回去篡改 那确保说就是它的checksum 就是它手上的这些资料 跟你手上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没有伪造的问题 那这个确实是一种分散式账本的 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那我会有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是说 我们在一开始这种分散式账本 当你认识每一个写入者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公链 就是区块链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取用的区块链技术 你即使是要用公链技术 它也只是去确保说你中间的这一个杂凑纸 就是类似像指纹这样子的东西 是能够确保在公链上面 让有人篡改的时候它更快发现 但是不是把这些可能有隐私或者敏感的这些资料放在这个公链上面 因为你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说这个公链到底谁会写入谁会取用 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场景 它比较像是多个不同的资料库中间有一种分散式资料库的方法 那这是第一个 而且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管那个什么51% 67% 什么这个公视觉啊 被takeover啊等等的情况 你还是可以就是有一个source of truth 好比方说以我们的中央银行 或者是我们的口罩实名制的话 是我们的健保署 还是以它为source of truth 只是说这个source of truth 如果想要回去改历史的话 可以很快的被其他人发现 所以它还是不是完全去中心化 它还是有一个中心 但是确保说每个人更新 以及确保这个中心没有篡改的成本大幅减低 所以这个分散式上本技术 它比较是属于就是closed domain 就是所谓的思念的这样子一个技术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要确保说 如果它真的就是发现有伪造的时候 那这个伪造的audit trail 到底要怎么样子给出来 要怎么样用一种 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方式给出来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盖奇凤章 或什么样 就是说你可以去确保说 里面的任何一页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 它如果有篡改有伪造的话 不是只是说好像你去看公链 然后发现checksum坏掉 然后就整本都不能用 而是说你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去确保是说 那你可以去看到 为什么有人要伪造这页 或者这页它在传输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甚至是用每一行字 或者甚至是用每一个字 给它一个unique identifier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就是真的发生问题 或发生纠纷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容易溯源 而且溯源的时候 即使那一段真的不能用了 而且说不定不是刻意的嘛 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等等 那至少你有更多的旁边的脉络 能够补得上这一段 也就是说我会建议说 就是这个不是整套卷宗 给它一个identifier 给它一个追踪的一个号码 而是说甚至可以当到里面的每一个字 都可以这样子做 那所以如果就是未来有人要开这方面的标案的话 那也很欢迎来找我 我是很愿意给一些技术上面的建议 好 那我们就准时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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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下去 谢谢 谢谢 III x 尹